看着手足的胸口早已停止起伏 年纪轻轻的萨伊德 顾不得自己一头灰泥 对着镜头崩溃痛哭 萨伊德跪在满脸血迹的弟弟旁 不舍亲吻 另一个孩子也走过来悲痛道别 此时一旁的男子准备盖上摆布 萨伊德不愿离开 他不想也不敢相信 要就此与兄弟永别 没有父母的安慰与陪伴 生死离别 所有伤痛 只剩孩子独自承担 天人永隔的诀别场景 在加萨街头 每天 每时 每分 甚至每秒都在上演 以哈廷火协议破局后 加萨急诊病房再次涌入大量病患 伤者慢到室外 躺得不是病床 而是战木板 满地都是病人 医师实在忙不过来 有人跟死神拔河 直接在走道上做起CPR 这里是加萨走廊南部 甘尤尼斯地区 原本的平民撤离地 成为战争热区之一 以哈重新开战 破火似乎更加猛烈 说好的避免百姓伤亡 如今就如停火协议 成为废纸一张 暂地新闻 刘焦鱼报道